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息爆出后很多网友都感到震惊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说起来张碧成和华真宇此前也确实有消息和绯闻 2015年蓝人因为某节目合作相识 当时蓝人不仅同台也唱过同一首歌 网友还发现蓝人在后台时张碧成和华真宇也很亲密 所以那时候就有传闻二人在一起了 还被扒出各种同款英雾手势 而且同年还有网友曾发微博称在飞机上偶遇两人在一起 这样的绯闻一直传了三年 2018年又有网友爆料称自己在房产中介聊天 发现华真宇和张碧成是一对 然而在中介见面的时候一般都选择在晚上 可能也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发现 一般都是华真宇交流 张碧成话不多 中介还表示张碧成和华真宇的交流也没有特别多 之后2018年后半年到2019年3月 张碧成曾远赴美国 消失了半年的时间 当时还有很多网友以为张碧成被封杀了 现在联系疑似结婚缓孕的瓜 他这半年会是去美国生育吗 而且还有网友发现华真宇去年的动态作息的确很神奇 有时候早上5点半就起来喝茶 很诡异 因此有网友质疑他实际上是刚哄完娃 不过今天凌晨 华真宇的堂哥就在微博上发文 疑似在暗戳戳的澄清 从堂哥的措辞 腰风四起 群抹乱舞来看 似乎华真宇这个结婚生子的绯闻是假的 目前华真宇和张碧成方面都没有正式回应 到底是真是假还无法证实 不过已经有很多网友表示 只要不是气养都可以接受了 看来是被正宋的瓜吃怕了呀 华真宇1990年出生于湖北时延的一个重组家庭 据周围人说他爸爸是开矿的 家境衣食 但这样的家庭也正造成了华真宇后来的内向和沉默 2009年华真宇带着对武汉音乐学院的向往 在高考后报考了这所学校 最后却因一分之差与其失之交臂 不甘心的他带着遗憾 在复读了一年后重新报考了这所学校 最后以过下20分的成绩顺利进入武汉音乐学院 华真宇在大学期间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还和乐队里的一位女成员谈了一场恋爱 后来在王牌对王牌的舞台上被同学爆了出来 不过现在那位女生也已经结婚了 看着华真宇当时不舍的眼神 为何会感觉那么伤感 2013年还在上学的华真宇一首无字歌《空灵》的演唱 全票进其长沙唱曲石墙 从此他多了一个名字叫火星弟弟 那首歌没有一个字 却让人全身发麻 凭着扎实的音乐功底和实力 华真宇最终以1606的总分 夺得2013快乐男生全国总冠军 现约天鱼传媒 2014年春晚 华真宇首登央视并现场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颤抖的嗓子 深情的演唱 当时的感觉是这个歌手怎么这样 但是现在熟悉了他以后 便感觉到了一种神奇的魅力 上了春晚的华真宇好像也并没有 马上让大家熟知 2014年 华真宇参加了《花与少年的》录制 在节目中担任导游 这个节目让他更进一步的进入了娱乐圈 并交到了一些朋友 2016年 华真宇参与了《天籁之战》的录制 节目中他改编了很多经典歌曲 也被大众所熟知 他改编的曲目包括 《我的滑板鞋》2016 华真宇身为一个歌手 在音乐上的成绩也是非常优秀的 他的专辑几乎都是非常抢手的 而他也一直被称作音乐鬼才 2017年 华真宇加盟了《明日之子》 也是在这个节目 花花和毛毛相遇 可能大家的直观印象 都是华真宇凭什么说毛不易 最初不了解他的时候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最后来看王牌以后 我觉得花花也是一个非常有才 且有能力的人 那时也接着是真的提了一个建议 2018年 华真宇参加了歌手2018 最终获得亚军 同年他担任了《明日之子》 第二季的新推官 可惜薛之先走了 可能对于《明日》第二季 大家记忆最深刻的 就是华真宇对李元杰说的那串数字吧 2019年 华真宇加盟了王牌对王牌 这也成了他的转折点 干净王牌的他 因为性格还不能适应节目的节奏 沈腾后来也曾经提到过 导演常常让自己带花花 但是却怎么都带不动 后来节目组做了一期音乐主题 并请来了2013年快乐男生的选手们 那一期花花彻底打开了自己 从那以后 华真宇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变得活泼了 慢慢地融入了王牌大家庭 收获了一份真挚的爱 沈腾加林华真宇关小彤组成的王牌家族 让我们觉得他们缺一不可 2019年末 华真宇发了一首歌 叫《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这首歌在前段日子 也曾在各大音乐平台 九局榜一 还记得有一期王牌 张欣义讲了一段 有关华真宇的故事 张欣义夫妇和华真宇住得非常近 有一次张欣义去华真宇家做客 看到了一个新的皮沙发 一个屋子里除了那一个单人沙发 其他的都是硬的 让张欣义只想落泪 还有一次张欣义说 华真宇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站在阳台上 只想往下跳 后来说去了王牌以后 整个人都好多了 华真宇是个鬼才 但他的生活中 却真的很让人心疼 没什么朋友 一个人 伤心了就去张欣义家坐坐 吃个饭 多亏还有一个可以交好的朋友呀 他爱说实话 真性情 内向孤独 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吧 通过王牌 我从不喜欢他开始 慢慢的接受喜欢 他喜欢傻笑 他总是害羞 他想起前女友的眼神 是那么的不舍 他真的很单纯 2020年 华真宇受邀 参加了歌手当打之年 刚开始他的几首歌 我为他而惊艳 斗牛 寒牙少年等等 让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力量 做出这些好音乐 这些与众不同的音乐 在这个节目 他与毛不易再次相遇 节目中每当毛不易演唱 他都会静静聆听 有一次 有一个嘉宾问 黄真宇 你觉得现在的毛不易唱得怎么样 华真宇说 成熟了很多 包括演唱啊 作曲啊 都很好 在明日之子的时候 华真宇就已经肯定过毛不易的能力了 在借那首歌的时候 同时肯定了毛不易的词曲创作能力 最后毛不易却输给了黄霄云 事后 华真宇还曾安慰过毛不易 而在这个节目 最后华真宇取得冠军 也算是为毛不易出了口气 华真宇那一首七个人格的歌 真的是让人惊艳 到如今 在音乐圈里 他的作品越来越好 也希望生活中的他 可以越来越好 在音乐圈里